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发现没有人最喜欢加拉泰书 但是大家对这卷短信的看法南辕北撤 意见非常两极 有些人很喜欢它 有些人很讨厌它 我举几个喜欢的例子 马丁路德说 加拉泰书是圣经中最好的一卷书 他说 这是属于我的书信 我娶了他 他是我的凯蒂 你知道他娶了一个叫凯撒林的修女 小明凯蒂 所以他说他娶了这卷书 另外有一个人说 这卷书信像西中的石子 而马丁路德 就像大卫一样 迎向巨人 并且用这颗石子 重击巨人的前额 很特别的形容 你知不知道当初 哥利亚是吓死的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有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 这本天路历程的作者 本人约翰说 我非常喜欢马丁路德的加拉泰书注释 除了圣经之外 我认为这本加拉泰书注释 是最能够抚慰一个受创的良心的 这是本人约翰 对马丁路德 所写的加拉泰书注释的理在 加拉泰书除了深深影响了本人约翰 也影响了约翰·魏斯里 有一次约翰·魏斯里 听人朗读加拉泰书 心中突然觉得很温暖 那是1738年5月24号 晚上8点45分 在阿德门街 今天这里成了巴克莱银行所在 不过墙上挂了一块牌子 说明当时的经过 所以加拉泰书对基督教历史 有深远的影响 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这卷书 但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喜欢它 有些人很讨厌这卷书 称呼这卷书是丁石架的书信 或者把它称作为 荆棘丛林 或者说它是炸药 说信中的每一句话 都像一颗炸弹 所以不是一般人喜欢的一卷书 为什么呢 我写下五个原因 第一 有些人觉得内容太激动 信中语气火爆 一定是写在毅然的沙草纸上 这封信的语气十分强烈 很多人并不喜欢带有感情的宗教 有一个西印第安女士到伦敦东部的一间教会 她习惯在牧者讲道的时候做出回应 牧师讲道的时候她不时的说 讲得好 阿们 哈雷路亚 后来管理员过来请她安静 不要干扰聚会 她说 可是我是信徒啊 管理员说 你应该不是在这里信的 她这句话恐怕是说对了 不知道为什么 特别是在英国 公立学校的教导都是 不要把感情带进宗教 要冷静 要理智 但是加拉太书的作者却非常激动 他满腔热情 而且还带有怒火 很多人不喜欢带有感情的宗教 有人说这封信有太浓厚的个人色彩 个性鲜明 太有自传的色彩 保罗在这封信上吐露个人的心声 远超过其他书信 还谈到他个人的健康问题 保罗在这里 以身体有疾病来恳求他们 他也谈到曾经在众人面前 和彼得意见不合 他必须当着众人的面 指责彼得错了 所以连初代教会的使徒 也有公开意见不同的时候 感谢主 他们有意见不同的时候 不像我们今天常常急着复议 但不敢表示不同意 总是急着避免冲突 这是不对的 当真理受到威胁 连彼得和保罗都当面质疑对方 要把真理澄清 有些人觉得加拉太书太理性 这封信上确实辩论到很细节的部分 保罗拿出他拉比的背景来辩论 并且辩论到很细节的部分 老实说 我读过的圣经一本 没有一本真正抓住他论点的精华 我曾经译过这段经文 并且出版过 可惜现在已经绝版了 不过我们一面谈 我会一面读我的译法 他的论点十分的巧妙 而且我认为其中有几点讲得很好 有些人不太喜欢用大脑 这世上最少被探索的领域 就在你的两耳之间 圣经说 我们要用理智来爱上帝 我讲完道 最常听到的评语 可以说好像是一种轻微的责备 你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回去有得想了 听这种语气 好像是他来教会不是为了用大脑思考 各位 我不会因为让你用到大脑思考而道歉 保罗也在挑战你用大脑思考 他辩论到很细节的部分 你必须仔细地研读 才能够了解他的意思 有些人则认为这卷书太属灵 这我倒觉得意外 这卷书其实揭去了属灵的外表 会刺伤你里面的骄傲 如果你里面还有骄傲 就不要读加拉太书 因为你读完以后 骄傲会被粉碎 这卷书指导问题的核心 超越你的感性和理性 深入骨髓 圣经这些话 有如两刃的利剑 会将你刺穿 还有一些人认为 这卷书有太多争议 辩论的火药味太重 很奇怪 现代人不喜欢辩论宗教的事 不喜欢在言语上起争执 只希望大家相安无事 加拉太书不是这样的书 加拉太书会和别的基督徒辩论 不是跟非基督徒辩论 这卷书也引起许多辩论 但要不是这卷书 引起路德的辩论 就不会发生改教运动 所以辩论为我们带来极大的意图 现代人不喜欢辩论的原因是 不希望看到分裂 意见不同会导致分裂 今天最重视的两种美德是 包容和圆滑 这两种在圣经上都不算美德 却是今天最受基督徒重视的 两种美德 认为应该要互相包容 说话要圆滑 这两种美德耶稣都没有 他的门徒也没有 他们经常引起争议 就跟耶稣一样 我们都很怕讨论教义 很多人不愿意面对彼此的差异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一月的时候参加一个传道人聚会 有八十个传道人参加 他们年年举办这个聚会很多年了 但那是他们第一次决定 要花一天的时间 来讨论彼此的差异 主办人很紧张 担心第二天会出现火爆的场面 所以第一天就花了很多时间 解释如何面对差异 我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担心 难道意见不同就做不成朋友了吗 我发现能够坦白承认差异 有疑反而更深入 如果能够真正的坦诚相待 比虚似的忽略差异要好 不愿意面对彼此的差异 到底是好是坏呢 要看所争议的是重要的事 还是次要的事 我们经常会为了次要的事 而争得面红耳赤 可是却没有把重要的事讲清楚 领圣餐的时候要用葡萄酒还是葡萄汁 这有关系吗 但是很多人却为了那个小杯中该放什么 而争吵不休 另外像是 关于安息日 我觉得基督徒不用太计较 保罗说 只要个人心理意见坚定就行 有人想把主日当作圣日 他有权这么做 有人把每一天当作圣日 他也有权这么做 我们甚至没有权利硬性规定 基督徒一定要在主日上教会 更别说是非基督徒了 基督徒却在这方面小题大做 但是加拉太书中谈到一些很重要的事 这些可不是次要的事 等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会再谈到 无千禧年派 前千禧年派和后千禧年派 基督徒对千禧年有这三种看法 我有个朋友到美国 一下飞机就被问到 你是无千禧年派 前千禧年派 还是后千禧年派 他回答说这样我很荒唐 这个回答实在是非常好 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就不会和那些意见不同的基督徒分裂 但是加拉太书所谈到的事就有可能 这些都是根本的问题 没有这些就失去福音的本质 所以这卷书会引起争论 最大的争战都是发生在教会里面 而不是发生在教会外面 这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有谁喜欢家人争吵呢 对吗 但有的时候确实有这个必要 魔鬼不必从外面来摧毁教会 当他从外面攻击教会 教会反而更坚固增长更快 但是他能够从里面来摧毁教会 有一个相当快速的方法就是扭曲福音 破坏福音 只要他这么做就能够从里面摧毁教会 我想他今天已经不断得逞 你们认为对吗 这两名教会领袖就是彼得和保罗 公开为一件根本的议题 意见不合 我想在这里谈一下性别的事情 但是恐怕有人会认为不太重听 我认为上帝把教会中 捍卫教义的责任交给男人 可惜信念坚定的男人实在不多 这些男人在教会之中 没有办法负起捍卫福音 捍卫教义的责任 以至于有很多女性努力地 想要捍卫福音 我必须要承认 男人在这方面太弱 我也必须说 勇于冒险的男人实在不够多 他们不敢在听见错误的教导的时候 当面质疑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不过彼得和保罗确实当面辩论 结果是彼得错保罗对 圣经很坦白地谈到这件事情 很显然的上帝要我们知道这件事 现在来看看这卷书信 古代的书信不多 而且书信的形式很特别 当时没有公共邮政服务 想要寄信不但不便宜 而且还不容易 你必须要找一个远行的人 付钱请他去那个地方 由那个人亲自把信送去 是亲自的把信送去 如果寄一封信 要花五十英镑的话 我想你大概不会写很多信吧 当时的人不可能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收到旁贝寄来的明信片 所以当时的书信很重要 比今天的书信重要得多了 今天我们写信的内容可能都无关紧要 但是古时候写的可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寄一封信要花很多钱 把信送到也是一件难事 所以非不得已才会寄信 他们写信的时候 是写在一长条卷起来的羊皮纸上 他们有一个很聪明的习惯 不知道我们怎么没有想到 当时如果把这卷打开的话 会先看到寄信人的名字 再来是收件人的地址 还有收件人的名字 我们的做法并不是这样 我常常收到信 有一些写得很长 有些人把自己的一生 一五一十的都告诉我 他们都是把名字写在信尾 所以你打开信以后 要先翻到最后一页 看看是谁写来的 这种习惯实在很笨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写上寄件人的名字 所以从前的人是这样做 一打开就会看到 信差只要打开一两寸 就知道要送到哪里送给谁 读信的人也是一开始就知道谁写的 另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 在寄件者名字后面是问候语 接下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要称赞对方一番 先把好听的话说在前头 尤其是后面如果讲了一些不重听的话 保罗的书信都是按照这种格式 连问题很多的哥林多人 他都会先称赞他们一番 有一些哥林多人在领圣餐的时候 竟然喝醉酒 他们不相信复活 教会里面还分派系 敬拜的时候只会一直说方言 问题实在很多 但是保罗在信的开头仍然说 我感谢主赐给你们各样属灵的恩赐 先说好话再批评 这是当时的习惯 所以加拉太书中毫无肯定的话 就更加显得不寻常了 如果他想得到好话 一定会说出来 可是加拉太书中毫无肯定的话 一点也没有 没有说我为上帝感谢你们 没有 直接就毫不留情的批评 因为有些事已经让他忍无可忍 根本就顾不到一般的礼貌了 书信还有一个特点 我必须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读书信的时候 其实只是读到一面之词 某个人单方面的想法 这些话是针对某一些情况而写的 所以你不但必须要明白字意 而且还要读出言外之意 就好像是你在一个房间里面 而旁边有人在讲电话 你只听见其中一方的对话 我想这个时候你一定会猜想 对方到底是在讲些什么呢 好吧各位 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 看看你能不能猜出 我到底在跟对方说什么 你好 已经运到了 恭喜你啊 昨天到的 有多重 是什么颜色 通常都是这样 那么你会常常用吗 使用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哦 不过你那边地势平坦 你会发现它很耗油 是用汽油还是柴油 好了 刚才呢 我是在跟一个农夫讲电话 他刚迎到一台拖拉机 你是听到哪里才知道 我们在讲这个 了解我的意思吗 当你只听到 单方面的对话的时候 一不小心 就会误解对方在讲什么 因为一般来说 我们都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读圣经中的书信时 必须了解 是针对什么样的情况而写的 要把字里行间的意思读出来 首先我们要了解 为什么他需要写这封信 这才是研读书信的正确方法 研读福音书倒不必用这种方法 但是研读书信则有必要 我们要用这个方法来研读 加拉泰书 为什么要写加拉泰书 这封信回答了哪些问题 又解决了哪一些难题呢 新约圣经的每一卷书信 都必须用这种方法研读 加拉泰书这卷书信的作者显然是保罗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加拉泰书这卷书 也可能是他写给教会的第一卷书信 所以我才会把这卷书 放在罗马书之前来谈 罗马书是他后期的书信 但是在圣经上 是排在所有书信的前面 加拉泰书是保罗早期写的第一封书信 不管我们现在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看 保罗都是历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物 他生于土耳其南方的大树 那里有当年排名第三的大学 第一名是雅典 第二名是雅历山大 第三名是大树 可见大树学术地位很高 有一点像是剑桥 牛津和德海分居一二三名 希望这样讲没有得罪谁 保罗的父母是犹太人 他们是罗马公民 说希腊语 真是很特别的背景 上帝早在我们出生之前 就在预备我们面对未来的侍奉 在我们认识他之前 他就在生活上预备我们 他培养我们一些特质 好使用我们 这样的背景有多重特点 他是一个道地的犹太人 父母是罗马公民 所以他也继承了罗马公民的身份 而且他还会说希腊语 他学习一项手艺 每个犹太男人都是如此 每一个犹太男人都必须学习一项手艺 这是很健康的做法 在希腊社会中 靠双手工作的人 社会地位低于那些用大脑工作 或摇笔感的人 我们都承袭了这种思想 但是在圣经中 支帐篷的人和渔夫 都是值得尊敬的人 保罗给铁萨罗尼家人的信上说 你们都要亲手做工 我在这方面已经以身作则 劳力的工作很有尊严 耶稣也做了十八年的木匠 所以保罗指帐篷为生 对象可能是军队 接着他在耶路撒冷大学 受教于加玛列教授 后来他恪守犹太政教 变得激进而且自负 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 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没有人比大树的扫罗 还像个道地的犹太人 对犹太教执迷不悟 他努力遵守摩西的每一条律法 共有六百一十三条 我们努力遵守其中十条 其实一共有六百一十三条 如果你要遵守律法 就要全部遵守 不要只选其中十条 全部都要遵守 他做到了 但是他承认其中有一条很难做到 保罗认为很难做到的 竟然是第十戒 不要贪婪 不要贪恋 这条戒命 跟一个人内心的动机有关 其他的戒命 则跟外在的行为有关 保罗说第十戒很难遵守 但是他尽力遵守全部的律法 让人无可指摘 这种话很少人说得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 保罗非常自以为意 他攻击每一个攻击犹太教的人 如果有人贬低犹太教的信仰 他绝对不放过那个人 他可以说是个反派的宣教士 他尤其痛恨跟随耶稣 宣称耶稣是神的人 这根本就违背 犹太人的一神论 以色列亚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 怎么可能有别的神 他觉得这是亵渎神 决心把他们赶尽杀绝 于是他出发要去摧毁这个新的宗教 在途中看见斯提反被石头打死 这是一个转列点 从那个时候开始 保罗的良心就开始不安 他没有办法再做无谓的抵抗 他亲眼看见斯提反殉道 而且这个年轻人在断气之前说 我看见耶稣在上帝右边 求主耶稣接收我的灵魂 这个事件让扫罗更难抵挡 这个新的信仰 因为他现在内心交战 一个人跟良心征战 是最激烈的征战 接下来在往大马色的路上 他遇见了耶稣 犹太人如果要信主 只需要知道耶稣仍然活着 有一次我在剑桥附近讲道 会众中有一名犹太女子 在会后来问我说 你是说拿撒勒人耶稣 今天仍然活着吗 我说对啊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 他一定就是我们的弥赛亚 我喜欢他用我们两个字 他是指他的弥赛亚 不是我的 他又问我要怎么样 才能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我说你可以直接问他 结果他得到了答案 十分钟后 他就开始讲解圣经给我听 圣经里面的道理 所有的道理 他全都知道 他之前唯一不知道的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仍然活着 这是全体犹太人需要知道的 他们将仰望被他们刺穿的耶稣 一个国家将在一天内诞生 我可以遇见那个情景 扫罗是一个打头阵的人 将来他的同胞也要像他那样信主 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 在他信主第一天 主耶稣就告诉他 我要拆你去外邦人那里 这就是加拉太书作者的背景 保罗他成了跟随耶稣 最火热的人 他热心传扬 他从前企图摧毁的这个信仰 所以保罗对犹太教和基督教 有透彻的了解 从信奉犹太教改为信奉基督教 这就是他的背景 他的宣教之旅十分成功 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建立教会 不断探索新的地区 他说这是为基督建立殖民地 形容得很好 再来我们要看看这卷书信的收件人 这里有一个问题 因为有两个地方都叫加拉太 很多学者浪费很多笔墨 在辩论是哪一个加拉太 在今天的土耳其 北方有几个城市叫北加拉太 南方也有几个城市叫南加拉太 这封信是写给北加拉太 还是写给南加拉太呢 我们对北方不是很有兴趣 因为那里住着塞尔特人 他们原是高卢人的殖民 后来在西元前250年左右 他们派佣兵到欧洲各个地方去 而那些士兵成了后来的 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威尔斯人 他们原来是塞尔特人 有一些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斯人 会希望这封信是写给他们的 但是我要叫他们失望了 我不认为这信是写给北加拉太 南加拉太的城市 包括有路斯德、特辟、安提亚 还有以戈念 这些地方都是保罗去过的城市 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们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保罗建立教会以后 一旦设立了长老 他就会离开 把教会交给新设立的长老 交给天上教会之手、圣灵和地上的牧者 把教会交给长老和圣灵掌管 可惜他们所遇到的情况 今天也有很多教会遇到 外来的传道人进到教会里面 想将原来的事工据为己有 一定要留意那些想进来掌管教会的外人 这种人往往很危险 这种人 他们专门坐享其成 偷走别人建立的教会 那并不是他们建立的教会 但是他们却进来掌管 这种现象 在今天的英国已经渐渐消失 但是三四年前十分猖狂 常常有一些传道人 进到一个教会 然后就把教会带领进入歧途 保罗就是遇到这种情况 那些人是犹太基督徒 这些犹太基督徒 他们如影随形地跟着保罗 是保罗最头痛的问题 他们对外邦人说 不要听信保罗的话 他只讲一半 他是把福音传给你们 但是他没有全盘讲清楚 因为你们除了需要基督 还需要摩西的律法 我很惊讶 在英国这里有很多教会 墙上挂着十戒 我第一次募会是在1950年 对不起是1952年 那不是我第一次募会 而是第一次在英国募会 之前我是在雪特兰群岛募会 但是我第一次在英国募会的时候 讲台后方的墙壁上 就用咖啡色的哥德体文字 写着十戒 我第一件想做的事 就是拿一桶油漆 把这个十戒的牌子漆掉 我想把它漆掉 有人抗议说 这样听讲道的时候 就没有事情可以做了 我说你可以用诗歌提示板上的数字 玩冰果游戏啊 我可不想站在这个前面讲道 我到这里来 并不是讲十戒的 他们说墙上总不能留空白吧 我就在那面墙上放个十字架 我宁愿传讲十字架 而不是十戒 这我们等一下会再谈 我这样讲可能会吓到在座有些人 但是保罗不管到哪里 传扬基督完整的福音 这些犹太基督徒就会接着说 保罗的信息不完整 我来告诉你们全部的实情 今天那些想坐享其成的传道人 他们就会这样讲 你们有这些很好 但是我们有更多 我们有的更完整 别人辛苦建立的教会 他们就进来坐享其成 所以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封信肯定是写给南加拉泰 因为保罗在那几个主要的城市建立教会 后来保罗又回去设立长老 把他们交给圣灵掌管以后再度离开 之后有外来的传道人来破坏他的事工 保罗刚刚建立的那些教会传来坏消息 那些都是他辛苦建立的教会 他的事工遭到破坏 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就是他们在保罗的信息上 加油添醋 福音被加油添醋 这是我们应该要留意的 很多异端会把福音加油添醋 通常是在圣经以外再加一本书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比如加上玛丽贝克艾迪的科学与健康一书 或是加上约瑟史密斯的书 如果有人说某本书和圣经一样重要 那就必须要当心了 那是被加油添醋的福音 多出原本没有的东西 独木舟上能够放的行李有限 超载一定会翻船的 换个比喻来说 腐败就从讲台开始 各位了解吗 错误的教导是我们必须留意的 我们一定要留意错误的教导 如果在信息上加油添醋 必然会攻击到原本传福音的那一位 这些教师不止在保罗的信息上加油添醋 他们还攻击传福音的保罗 信息不中听就去攻击那传信息的人 各位 他们去重伤这个人 他们不但添加信息 而且还攻击传信息的那一位 这就是当时的情形 现在我们来看看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刚开始读这卷书信的时候 会以为重点在歌里 保罗的重点好像在这方面 我们来看看歌里 保罗为什么小题大做呢 干什么要为这件小事炒得面红耳赤 有人想要行歌里 就让他行歌里嘛 何必这么严厉的看待犹太人的歌里习俗呢 只不过是男人割包皮的小手术而已 在那个时候 犹太女人 他们不需要行歌里 但是在现在 有一些非洲的部落 连女人都必须要行歌里 如今行歌里 是为了生理或社交的理由 在犹太人社会中十分普遍 主要是在那种气候下 有卫生方面的考量 但是对犹太人来说 歌里有宗教上的含义 对犹太人来说意义重大 当年希特勒的秘密警察 会在柏林街上叫男人排队 命令他们把裤子脱下来 用这种方式来判定 要送谁去集中营 这是犹太人的记号 当然只有男人需要行歌里 因为在犹太文化中 是男人在继承产业 应许是透过男人来传承 所以女人不需要行歌里 因为女人没有资格传承 必须要有这个记号的人 才有资格继承亚伯拉罕的应许 上帝当年甚至对亚伯拉罕说 不行歌里的犹太男子 必须从上帝的民中赶出去 因为这样是违约的 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 规定每一个男性后裔 都要有这个记号 所以歌里对犹太人 意义十分重大 犹太人最重视的三件事是 过逾越节 守安息日和行歌里 连思想自由或不守犹太教规条的犹太人 都会重视这三件事 第四件事是吃洁净的食物 但只有大多数人遵守 不是全部人都遵守 可是这三件事 行歌里 守安息日和过逾越节 是非做不可的 保罗在加拉太书中的论点是 那些应许本来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一个后裔 亚伯拉罕的一个后裔 这里的后裔是单数而不是负数 当上帝说 这些应许是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并不是指所有的男性后裔 而是指其中一个 保罗说 当那位男性后裔出现的时候 也就是耶稣 就再也不用行歌里了 因为产业已经继承 那一位后裔已经得着应许 所以没有人需要再行歌里 了解他的论点吗 这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 所以歌里是继承产业的记号 耶稣有这个记号 他受过歌里继承了这产业 保罗也受过歌里 他是犹太社会中的犹太男性 其实他亲自为提摩太行过歌里 提摩太是一个加拉太人 保罗却替他行歌里 为什么 因为提摩太要陪保罗去宣教 保罗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先进会堂向犹太人传道 提摩太如果没有行歌里 就绝对进不去 所以保罗为他行歌里 完全是为了要传福音的缘故 当年施达德和一些宣教士到中国宣教的时候留辫子 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希望借此拉近跟当地人的距离 保罗曾经为了传福音 为来自加拉太的提摩太行歌里 但是他在这封信上却不准他们行歌里 有人说保罗反复无常 自己帮提摩太行歌里 为什么我们不能行歌里 所以那是他们的情况 但是在歌里背后还有别的问题 保罗的措辞再度提醒我们 圣经不是写给孩子看的书 而是写给大人看的 可悲的是很多人长大后就不读圣经了 圣经可不是童书 保罗这里的措辞十分强烈 他说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 把自己阉割了 这样他们就不能够生养出 跟他们同样德性的人 措辞十分强烈 保罗为什么这么说 他甚至说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措辞真的十分强烈 很不客气 对不对 不像保罗其他的书信 保罗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反对歌里呢 这是因为在歌里背后撑腰的是犹太教 犹太教仍然是一个看重行为的宗教 想要靠遵守诫命来得救 但是这根本做不到 很多人却偏要尝试 把实戒挂在墙上很危险 因为这等于是告诉别人必须要遵守实戒 才能与上帝和好 非基督徒一进教会就会看到这些规条 我顺便提一下 听说今天有一些自由派的学者 拿掉实戒中的不可这两个字 再放入信经中 结果就变成了可犯奸淫 可偷窃等等 以及 我不信童女怀孕 我不信身体复活 这样的批评是对的 因为如果我们光强调不可做的事 会让人觉得 我们只会唱反调而已 觉得我们很负面 只要跟上帝沾上一点点的鞭 他就会夺走你一切的乐趣 上帝只会告诉你不可以做什么 只会给你一长串不能做的事 这种负面的印象实在是很糟糕 但是犹太教基本上就是如此 基督教源自于犹太教 两者都是以旧约为根基 各位想一想 有多少旧约的律法应该继续切实遵守呢 旧约圣经中有多少律法 在新约圣经中仍然适用 在那613条律法中 有几条仍然适用在我们身上 这是研读新旧约圣经时 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现在我来举一个例子 我不会叫基督徒给十一奉献 因为这是旧约中的一条律法 是摩西的律法 新约圣经根本就没有提到 外邦人应该给十一奉献 犹太人他们会给十一奉献 但是没有人叫外邦人给十一奉献 新约圣经只吩咐我们要奉献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年轻人讲解十一奉献 他列印出圣经上所有提到 有关十一奉献的经文 他在讲解的时候说 奉献和祝福有关联 上帝说你们当那十分之一 以此试试我 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 请福于你们 接下来这个年轻人说 十一奉献也和咒诅有关联 这倒没错 然后他又说 旧约当中有一个咒诅是 我们若不给十一奉献 那么我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受苦 当时我看到会中的表情 大家都好像很怕子孙会受苦 而到了下一个主日 果真收到了很多奉献 但是这根本是错误的教导 新约圣经中有不同的奉献原则 主悦那甘心乐意的奉献 而不是强颜欢笑 是真心想要奉献 这是上帝今天所看重的 不是因为害怕子孙受苦 才不得不奉献 那是旧约的律法 我这样讲清楚吗 另外还有像是 安息日的律法 基督徒在遵守旧约律法之前 必须要先想清楚 因为如果你要遵守 就得全部遵守 遵守就得祝福 不遵守就得咒诅 你有心里准备这么做吗 我可没有 所以这件事必须要好好地考虑清楚 保罗的意思是行割礼只是第一步 很快的就会变成什么都要遵守 如果你按照那些教师 他们所说的理由去行割礼 那么全部613条律法也都得遵守 所以保罗才会那么忧心 这不只是行个割礼而已 还会开门让犹太教的教义进来 这条路他已经走过 早就知道此路不通 当他想到自己所守住的律法 不是没有守住的律法 而是已经守住的律法 就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小男孩 拿变虎给人家看自己的杰作 他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希腊字 粪便 我把那些视为粪土 保罗说我靠行为而成就的义 就像粪土一样不值一文 他说感谢主 我已经脱离守律法的捆绑 你若叫人遵守摩西的律法 等于是把人送进地狱 因为根本就做不到 好 我来分享一个我亲身的经验 有一次我接到以色列打来的电话 以色列所有的基督教教会 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宣教士 在加利利的提皮流举行会议 大家意见非常的分歧 希望有外面的传道人 来帮助他们化解旗舰 于是他们就打电话 问我能不能够立刻搭飞机到以色列 帮他们解决问题 我说我会尽力 后来我发现临时购买机票的票价 竟然高达830英镑 我没有那么多钱 可是我又不想开口跟他们要 现在我应该要怎么办呢 那些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年轻人 在那里祷告希望我能去 他们问主应该资助我多少钱 主告诉他们说120英镑 这群年轻人就募集了120英镑 我到了卢顿机场询问有没有去耶路撒冷的包机 还有没有位子 他们说今天有一架飞机要去 可是已经客满了 他们问我介不介意坐机组人员的位子 我说我不介意 那种座位都是背对机头 不能往后躺 我后来还背痛了好几天 我坐在座位上环顾四周 发现只有我不是犹太人 我正前方坐着四个拉笔 吃完犹太餐以后 我想应该开口跟他们聊一聊了 我问第一个拉笔说 对不起啊 你守不守摩西的律法 他说当然了 我问他 那这条呢 这条不守 手起拉笔准需我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 所以你不守这条律法 他说对 我又问第二个拉笔 你守不守摩西的律法 他说当然 那这条呢 他说现在已经没有圣殿 没有办法献祭 所以不能守这条 很好 你们不守这条律法 我继续问下去 最后第四位拉笔问我 你是信东正教 还是自由派 我说 我都不是 我们继续聊下去 我永远忘不了 第二位拉笔他忽然说 我知道了 你是基督徒 你相信耶稣受死 救你脱离律法的捆绑 我说答对了 他说 所以你认为你不用守律法 我说我守不了律法 就像你守不了律法一样 那次我们聊得非常开心 后来飞机在本古里昂机场落地 大家还依依不舍 你看 要守全部的律法 是不可能的任务 不要叫人活在律法之下 而要活在恩典之下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我们只在一种律法之下 就是基督的律法 而不是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律法已经不适用 已经废除了 这是今天教会的一大问题 所以加拉太书很适合今天的人 我们常把基督的律法 和摩西的律法混为一谈 为什么今天的教会 要有祭袍 祭坛 香 和祭司呢 这些我们都不需要 这些都属于摩西的律法 可是却悄悄地渗进教会 我们要拿出胆量来 回归圣经 把加拉太书应用出来 好了 我们先停在这里 下一次我会再继续讲加拉太书 我们先停在这里 which也会再继续讲ucking